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北风网和朴城web俱乐部 为大家提供的PHP视频教程 我是读讲老师的眼辉 今天我们来看第17章 多用户留言系统7.2版上传图片 那么在我们的基础课程当中 我们已经讲过了上传图片的所有方法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把之前讲过的东西再拿出来复习一遍 复习一遍 然后运用到我们这个项目当中 那么首先第一步呢 首先要创建一个页面 就是添加图片的页面 新增一个版本7.2 导入上一个版本 导入上一个版本之后 我们把它打开 那么上传图片是谁有权利上传呢 谁有权利上传 只有谁啊 只有这个注册的用户 他不一定是管理员 管理员是可以创建目录的啊 那普通会员呢 是不可以创建目录 普通会员可以上传图片啊 上传图片 所以呢 我们做找一个普通的 比如说新史 新史是普通会员 对不对 331E 他是普通会员 点击相册 然后这个能点进去 点进去呢 就有一个 就有一个让你上传图片的一个界面 所以呢 我们先做 先打开 先打开Fort这张页面 打开Fort这张页面 做两个超链接 一点进去了 是Fort Show 是吧 但是这个图片呢 最好也能点 所以呢 我们这边 跟他一样 跟下面的是一样的 把下面这个复制给他就可以了 刷新一下 他会有个边框 对吧 边框的话 我们在他CSS里稍微做一下 Fort DT 这边做一个 将边框设置为空 好 一点进去了 对吧 这个一点是一 好 我们先用这个来吧 一点进去就是这个页面 Show 显示页面 那么我们显示页面 就是显示所有的图片 我们把做好的 我们看一下 看看他是怎么做的 点击相册 网络宣传图 一点是这个界面 好 下面应该有一个上传图片的按钮 这样子的话 为什么这边没有 这因为是 是没有登录 是没有登录状态 要登录之后就有上传界面了 好 我们先把这个界面来做一下 一点这个界面 对不对 这个界面呢 我直接复制 Ford就可以了 叫phodio Show 保存 打开它 打开它之后呢 我们删一删 这个地方用Show 然后呢 这个分页什么的 我就先去掉 不要 这个地方的相册列表叫做图片展示 图片展示 将它这一大块呢 全部去掉 不需要 这一大块呢 全部去掉 这个留下来 这一大块不需要 好 图片展示 那么这边呢 改过了之后呢 我应该将它的css也新增一个 找到foot那一块 好 然后呢 我们点一下看看 刷新一下 图片展示 添加目录 将添加目录 这个换了 叫做上传图片 那么点击上传图片呢 我让它进到 addmg这个目录 那么这个目录 rmg ok 然后呢 我将这个打开 打开也删掉一些不必要的 把它也改成rmg 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一大段 添加目录 这一大段呢 这个呢 是不需要管理员就能进的 必须是 这个地方 待会我们再说一下啊 这地方 先把这块先去掉 这一大块全部去掉 然后呢 这是添加什么 上传图片 什么叫 上传图片 然后呢 这边 addmg就可以了 下面呢 这个密码是不需要的 相册描述改成什么描述呢 改成 图片描述 添加目录叫做 添加图片 图 这个叫做 图片地址 图片名称 好 图片地址的话 直接用这个 改成 UR 这边来个上传两个字 刷新一下 非法登录 是没有办法登录的 对不对 因为你只是普通会员 所以呢 这个地方应该这么做 如果这个页面只必须是 会员才能进 所以呢 只要判断一下 cookie是否存在就可以了 如果它不存在的话 必须是会员 非法登录 好 可以了 然后把css也复制一下 上面的就是 RMG的Fault在这里 Ctrl ctrl v改成RMG 后面去掉 好 刷新一下 一定有了 添加图片 可以的 这也是 那么这个是不能输入的 这个不能输入的 之后我们就明白了 我要给它加一个 我要给它加一个 只读 只读 好 这边有一个错误 是吧 pass is none 那是因为你掉用的是这个 那么我们把它改成 改成掉用这个 这样就没有了 好 下一步呢 这个有了之后呢 我们看啊 它这边 我先登录一下吧 adme adme 888 ad0b 相册 我点击上传图片 先看这个 点击上传图片 它出现个这个界面 然后可以上传 对吧 可以上传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也要做这个界面 继续 首先这个上传这两个字呢 我们要点击弹出个窗口来 那么先这么来 打开 用上次的老方法 java spread 冒号 分号 就可以了 有了吧 一点 就可以了 那么它现在没有用 我给它创 给它设置一个ID 叫up 然后呢 在这边呢 创建一个这个js 把前面几个都关了 js打开 fault add mg 对吧 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博友的那个一个小程序复制过来 它可以作为公共的啊 大家如果想整理的话 自己写一写 我这边就直接复制了 因为用的也不是特别多 window.onload faction 首先第一步呢 你先获取到它的ID 获取到这个超链接 ID 不是ID 是up 然后呢 up.onclick 去执行这个 执行这个函数 它要跳到 up.php 这个页面啊 先跳到这个页面 然后呢 名字就叫up 然后它的高度就是100 很短 长度就是200 这样就可以了 好 试一下 刷新一下 怎么这么小 不存在是吧 我们先建一个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呢 我们可以复制face 就是头像的那个页面 Ctrl C Ctrl V 然后改一下up rmg 好 找到up.p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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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度100 这个400 嗯 这样子吧 400的100还是比较好的 那么就是这个界面 那这个里面呢 我要放个什么呢 现在主要就是这边 对不对 主要就是这边了 那么前面就做完了 前面这些东西就这么多啊 暂时就这么多 那么下面呢 就看这个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代码呢 我全放在这里了 第一个表格的格式 那么这个呢 我是直接复制的哪边啊 直接复制的那个 我们第13章的上传图片 这边我就不去一个一个打了 我这边就直接复制了啊 复制的时候再帮大家看一下 首先复制的时候 我们看啊 这边是个for 然后你是上传吧 你是上传 必须加上这段属性 加上这段属性 你上传的话 也有动作action 你要上传给自己 然后传的action 这都知道 按什么方式去传呢 按post的方式去传 这个没什么问题啊 自己打一遍 好 然后下面呢 下面第一个是一个隐藏字段 第一个隐藏字段呢 是什么 最大的上传是多少 是一兆 对不对 100万一兆 然后选择图片 file use file 好 然后最后一个submit上传 这个名称可以不要 上传 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 一点 是不是就这样子 好 稍微做一下 我就在这边做了啊 好 pany等于20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大家看到吗 这样就可以了 我点上传的时候 它就会up rmgphp action等于up 就可以了 action等于up 就是这么一个功能 好 这么一个功能 出来之后呢 我下一步 我点上传之后呢 它就要在这里去执行 来执行上传图片功能 什么情况下才能执行呢 好 还有这一步 这一步跟前面一样 也必须是会员 你不能 你如果不是会员 这张页面进不来 所以说之前的话 还要加上这么一句话 好 下面 会员才能进入 下面这句话就是 如果get action等于等于up action等于up之后呢 一点就执行这边了 对吧 我们看看能不能实现这效果 下面就不执行了 对不对 up 一点up ok没问题 那么现在呢 现在我要执行上传功能 所以我要想 我要把这个图片上传到哪里呢 能上传什么图片呢 所以你先要准备一张图片 我们这边就准备一张 这个吧 UG图片另存为 我存的时候 我存到桌面上 我存的桌面上是123JPG 对不对 好 关闭掉 不要了啊 那么图片已经有了 然后我要存到哪里去呢 我要存在 不是这边有 嗯 Ford跑哪去了 P 嗯 7.2的是 7.1有Ford吗 就没有Ford 是不是被删了 那么我们这么来打开 先退出一下 我先把那个搞一下 9.6.7F 点击相册 这两个好像是不存在了 是不是 嗯 这么办啊 BHP My Admin Di 我把这两个先删了 是 这样这边就没有了 我添加目录 我第一个添加公开的 网络游戏 宣传图是公开的 然后呢 添加目录 目录添加成功 有了 有了之后呢 这边就有Ford了 嗯 上次不小心删了 对吧 第二个呢 是添加一个私密的 China就诱惑 当然我们要去准备 这些图 对吧 密码是123456 诱惑China就 2010 确定目录添加成功 好了 点修改 模拟PIC魔兽 进去 点修改 密码还要写123456 模拟China就 好 两个都有了 对不对 好 两个都有了 刷新一下 又来了 好 又来了之后呢 现在这个地方是有了 两个都有 现在呢 我先不去提取这些数据 我直接的把图片存到这个目录下 我也不管它是否是否是哪个下面的 先不管那么多 我先把图片上传进来 那怎么办呢 看这边 第一步 你要上传各种各种各样的文件 但是你要上传什么样的类型呢 好 拿过来 那么这边呢 跟以前的功能也一样 你首先要判断是不是会员 所以还是需要那句话 大家看 还是需要这句话 好 那么就是非法登录 好 全部验证过了 这去点 一个就够了 非法登录 下面呢 就开始 开始上传图片 那么第一步呢 我们学过的 第一步是设置上传图片的类型 这边代码要慢慢写 我就不写了 大家看 好 那么上传类型呢 是有三种 JPG 因为这是R1浏览器和火火浮浏览器 兼容的方法 JP1G和PJP1G 我们13章都讲过 还有PNG XPNG和GIF 好 第二步 你这些类型已经初始化之后呢 初始化之后 我要判断你上传的到底是不是这个类型 第二步 那么这一段呢 我可以这么写 这一段呢 我们直接已经有过包装 对吧 图片 上传图片 必须是JPG PNG GIF 中的一种 好 那么这边是怎么说的呢 我们看一下 如果 它是速度的情况下 它是不是速度呢 是速度的情况下 我再去判断 好 如果 在 在这个Fails上传的超级全局变量里面的Useify的type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如果在这个类型里面 我找不到这几种 那么 我就告诉你 上传图片必须是这个 如果找到的话通过 对吧 找到就通过 好 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 复制 判断文件如果出错的错误类型 好 如果它 如果没有出错就等于0 对吧 好 如果大于0 说明出错了 但是出错了之后 还有几种形式 如果是1呢 是怎么怎么样 如果是2呢 是怎么怎么样 对不对 好 1就是上传文件超过指定之1 这个我们可以这么来 指定之2 部分文件被上传 没有任何文件 被上传 好 这都是我们的基础课程的东西 我就不去一个个慢慢打了 我直接用复制的方法 因为之前我们打过了 下面一个 配置它的大小 我上传的文件不能超过多大呢 不能超过一兆 太大了 不行 对不对 超过一兆 好 这个哪里来的 这个不存在是吧 哪里来的 一兆呢 就是之前的这边 复制过来 直接写个数字就行了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刚才那个 其实是在基础课程的时候 是一个敞亮 对不对 好 下面一个 移动文件 先写第一步吧 这个我慢慢来 这句话要理解一下 如果这个文件 临时文件存在的话 就开始移动 如果不存在呢 临时文件 上传的 上传的临时文件 不存在 好 如果存在呢 就在里面移动 怎么移动呢 看一下 里面还要判断 这句话 不是 好 移动 这个叫移动上传的文件 从临时文件夹里移动到你指定的地方 你指定的地方在哪里 在这里 Fort 然后这个目录下 把它写一下 好 在这个目录 这个目录 然后再加上 你上传的那个图片的名称 图片的名称 当然这个图片名称呢 我们之后呢 会用 用 用时间 用时间来代替啊 用时间来代替 这个东西 我们到时候再说 到时候再说 现在先这么写 好 接住原来的文件名吧 然后 如果否定 就是说 如果这个上传失败了 就 就弹出一句话叫 上传失败 移动失败 如果上传成功了呢 这边不执行 这边也没有否则 对吧 好 如果成功了之后呢 这边就写 上传成功 上传成功 关闭自己 好 上传成功 好 这一段呢 我全部用的复制啊 如果不是很理解的话 建议还去看一看第十三章 好 去写完了 写完之后 我们上传来看看啊 我现在想把一张图片上传到这个地方 然后是这张图片 对不对 学院战争 学院战争 我们试试看啊 我们点击这个 上传 点一下 选择图片 学院 一二三 上传 上传成功 确定 大家看到没有 图片已经被上传成功了 很简单 是不是啊 很简单 只要复制代码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代码 我们都 都写过很多遍 所以一般来说 不会出错 当然 下一节课呢 我们要上传成功 然后还要通过地址传值 然后再传回来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还能通过你点击不同的目录 点击不同的目录 然后你传到不同的目录中 对不对 这是我们下节课要讲的事情 下节课要讲的事情 那么这节课就讲这么多 最后感谢收看本次教程 本课程是由北风网 爱北风.com 表层web俱乐部 yc60.com 联合提供 本次主要是连辉 我的邮件 yc60.com gmail.com 的博客 hi bidu.com 联辉 谢谢大家 再见